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半期是今天6月27号进行的第二届烂科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八抢战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杨顶星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个世界大赛了,终于又开始了 我们来看这一盘焦点之战 开局,深圳旭选择新小木杨顶星二连星 小飞手脚,白棋挂,黑棋再飞 再挂脚,黑棋尖顶完之后,夹也是必然 那白棋上面能拆个二,肯定先拆个二再说 黑棋跳出 按照AI的这个推荐来讲,下一手棋白棋一般都是先脱鲜的 这个比如说这个手一个脚之类的,就是以后将来黑棋尖顶 这个里边其实还是有味道 就右下没这种直接补的推荐 实在白棋是拆个一,非常的稳健 这个棋要做根据地 要一个二路透过 那黑棋点脚,先抢大场 左上角这样定型之后,白棋小飞手脚 黑棋右下再来建立 白棋搬跟黑棋虎交换完之后直接搭上来 这一手棋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手,一手出头的好手 就看黑棋怎么下了 黑棋要是搬呢,白棋反搬 那尝一个沾上 虎猪的话再虎 对吧,这个打吃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能够瞬间把自己逃出来 实战的黑棋单虎这个呢 那白棋继续跟着虎 黑棋顶了,断打 白棋长 黑棋这个封锁 长一个,白棋二路脱过 那还行 而且这个变化在最近的这个大赛上面 或者说这个往棋上面都没怎么出现过 属于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变化 杨领兴也是非常聪明 在这个地方把棋局 影像深圳序不熟悉的一个领域 然后黑棋双打吃 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选择这样贴 贴两步之后飞下去 违控 打这个 那白棋做节 黑棋提掉之后 白棋往右上脚碰 再提 黑棋底下贴住 原来是把这个作为节材来使用 那也可以 提节 白棋右上点脚 那下一手棋 如果说抛开这个棋不弹的话 这种右上啊 黑棋一般是不太愿意沾的 那怎么说也得团在外面 这个将来定型就是白棋搬 先说 黑棋爬回 贴住 沾上 大直就走成这样 先把这个脚给拿出再说 毕竟比较大 实战黑棋 沾这个 那只能解释为为了这个打结 做准备 让右上白棋 比如说将来再搬什么的 不一定是戒材了 黑棋没那么重了 白棋提 黑棋底下再贴 再提 白棋左上角尖顶 长一个再提 黑棋右上这里搬 这个搬也很大 其实右下角这个结对于这个黑棋来说 也并不是那么重 被连续拔划之后呢 也就是外边这一块 只要能出头 问题都不大 实战黑棋搬 那这个右上 不能被黑棋挺进来 不然的话 这个白棋实际受损 下角棋 白棋左上搬 黑棋反搬 白棋这手搬 先交换 也是为了试探一下 黑棋 能交换到 那肯定最好 因为将来这个结材变多了 之后白棋往底下拐 这个也是很大 所以说这种一上来 打结的这种棋 很难判断 消解 你就要想 如果说被黑棋飞到底下去 首先这个边控 白棋没了 除此之外呢 外边这根棍子变成姑且了 对吧 你本来拐下来是挺厚的 被黑棋飞 没有根据力了 你这个地方 也不太可能补 不补的话 被黑棋再一跳 他又能出头 又瞄着下一手的飞锋 还要吃这根棍子 所以说黑棋后续的 这个收益是非常大的 实战白棋就拐头 黑棋提截之后 白棋左上角 虎一个 马上要扳断 黑棋打吃 白棋提截 接下来 黑棋往右边顶 顶了之后再提 白棋左上角 占一个先手 反正既然一开始 黑棋就跟着硬了 那后面也不可能 这个就不走 黑棋挤住之后 白棋再提截 然后黑棋右边扳 白棋长 黑棋再提截 白棋左上角断 断完之后 黑棋打 白棋再提截 然后黑棋左下角碰 这个是值得商议的 一个地方 到底是跟着硬 还是说肖杰 肖杰呢 就是被黑棋穿下来 白棋能不能接受 挡住之后 黑棋可以这样 扳了虎 做根据地 白棋扳黑棋拐打 底下扳黑棋跳 就这个脚上 白棋还得也在补断 黑棋可以在下方 成功掏出来一块 并且让白棋 之前拐下来的 这个后势 又变成顾棋 所以说这个其实 如果形成一个转换的话 对白棋来说 也挺受伤的 木树也比较亏 所以说白棋 还是跟着挡住 黑棋再提截 下一手棋 白棋右上断 这个脚 也不能被白棋套掉 这也很大 黑棋打 白棋提截 然后黑棋左下角 夹这个 这个其实都有点亏 黑棋也是为了 打赢右下的这个鞋针 不择手段 白棋长一个 黑棋提截 右上白棋打吃 再提 黑棋下方扳 白棋先断打紧气 再断 这两手棋 反正走得挺紧的 而且下来 引出了这个 深圳序的失误 这个棋应该怎么下呢 应该打吃底下 但白棋反打之后 黑棋 粘截 然后白棋不是可以把底下给吃死吗 吃死之后 黑棋左边要先贴住一下 这个很关键 再拖先 再往右边扳 把白棋这个尾巴给割下来 左下角 白棋拐的话 黑棋直接 将来有一个二路跳 白棋是没办法杀干净的 那所有的前提是 黑棋要能贴到这一下 这一手棋 非常关键 实战 黑棋直接 粘截 然后白棋打 仍然是吃底下 黑棋搬右边 但也只是少了 左下角 这个贴住 跟白棋成的一个次序交换 被白棋 先把头给拐下来的话 那这个棋 黑棋左下角 基本上就已经算是 撕干净了 所以说也就是 这么一手棋的交换 导致黑棋的胜率 严重下降 这个棋甚至于说 白棋现在 通过这个大转换之后 都有点优势 毕竟下方连脚带边 这个控背的是挺爽的 之后黑棋右边长 然后白棋上边拆一个 当然白棋立马又把这个优势 给他送回去 这个棋的话 右边黑棋长 白棋应该立马双柱 等黑棋再长的时候 再拆完全来得及 因为右边这一块 黑棋一手棋是封不住的 他如果说从上面骚扰白棋 不让你连回 那白棋右边再出头 问题都不打 所以说这个双 是非常重要的一手 不知道为什么实战 白棋没下 白棋走的是直接拆 被黑棋压住之后 白棋断一个 紧气黑棋再打回 发现情况不对了 因为如果说白棋再斩 连成一根棍子的话 外边随便被黑棋这么一搞 对吧 你这个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任何 生还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 少交换一手 这个尾巴随时面临 被切断的这个威胁 那白棋也没办法 只有先出头 黑棋顺势再走一手柴儿 瞄着外边的跨端 白棋在这个地方 也是纠结了很久 AI推荐的一选 也是本手 就是肩回去 这个是最为稳妥的 但仗下平淡无奇 而且白棋会落一个后手 就感觉不太能接受 实战白棋坚定 想着在这要抢先手了 不过这个棋 也是白棋不好办 比如说黑棋要是尝一个 就冷静交换一手 再从这儿飞出来的话 白棋右边 还是要面临死亡的威胁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其实长就 已经是解明优势了 但实战黑棋 还想再追求一下 他的意思 就是白棋站在这儿 还有点厚 他挖这个 如果说白棋从上面打 黑棋沾白棋再沾 那明显就是 外边至少多种点次的 这个先手接用 就完全对于中央 这一带的战斗会有影响 所以说黑棋这手棋 是稍微有点贪 那接下来白棋 这个打了之后 选择贴起 这也是必然的一手 因为你打下去的话 黑棋反打完之后 再打再打 就把这个子给争死了 这个争死 立马把这块空掏掉一块 而且白棋左上角还不活了 这个肯定是不能被争的 所以说实战白棋贴起 这个棋就是意思 如果黑棋长 那我再打至少 你反打仗 就会被白棋给吃死在里面 这个就没起了 你要是立的话 白棋还是挡住 你这个还是死路一条 不行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不能长 虽然说拐打 跟白棋沾 稍微俗一点 但是呢 紧住白棋的气 让白棋上边无法脱身 之后黑棋搬一个 搬一个白棋反搬 黑棋上边断打完之后 再断打再贴回 很乱 这个时候胜率重新 又很接近了 然后下一手 棋白棋选择的是 右边这里去 点一个威胁 黑棋边心上的断点 同时想要自己出头 那这个棋AI的思路 跟这个白棋实战的思路 还是有所区别的 AI想的是 通过这里的点 然后黑棋冲 断打 这里飞 罩住黑棋 要不然他就逼着他 吃回去两颗子 吃通 然后白棋外边 一连串的牵手 要不然就冲了 这个断打 再打吃 再打 再冲 再断打 再这个什么长棋 对吧 反正然后右上棋掉 白棋着重把中央 这一带 以后去围一围 大致是一个棋子 围大空的一个思路 那实战呢 白棋走的是 右边这里的 这个相不飞 这个棋是想把 右上这个蚕子 给他拽一拽 那黑棋粘 不给你上方收棋 白棋右边断打 完之后 再跑 又挑起新的战争 黑棋穿向眼 跑齐筋 白棋搬 黑棋喉回来之后 白棋再往中央 听头 黑棋跳 然后白棋右边拐 拐完肉景气 黑棋冲 白棋搬 黑棋选择 记住 这个棋的话 就是如果说白棋 黑棋再反白了 肯定不行 反白被白棋打 挂掉 这个沾不上了 气井怎么办 先挤一个 那白棋也没办法 就是 只能跟着硬 先往中间坚顶 跟黑棋虎的交换之后 他再选择不断 而且这个地方 白棋也是 走得很撑 从骑行的角度来讲 因为右边有双打吃 那肯定是应该站在这 站的话 这儿的话 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黑棋先把右边尾巴给吃掉 你上边挖什么滚打包手 完之后 中间搬 黑棋吃回去 你还得再补一手 不然的话 黑棋就可以随便 这个虎出来 那你这个右边 还是要被切断 白棋实战虎在这 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棋搬 他可能是一手棋 可以虎在这 但是右边 多出来一个双打吃 是有这个区别 那本以为白棋要搬的时候 没想到我们多虑了 实战白棋居然从这儿冲出来 这个不太好 这个棋 他是希望什么呢 就是希望黑棋打这个 最好是补一个段 因为贴住的话 有这个段 虎罩的话 白棋有这个扑 提掉的话 一滚包就死 对吧 这个景气的话 往这一沾 打吃鞋不归就死 这个是不行的 那实战 黑棋是选择 挺头 不吃你 那白棋站 黑棋 下一手棋 点在这儿 双方可以说进入道 这个接触战之后 都没有走出最佳的变化 黑棋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中间这个头 都被黑棋挺出来了 白棋的肚皮通掉了 大龙现在也是越跑越重 那黑棋为什么不选择 上边吃回去 他也跑不掉 对吧 这个地方一拐就死 把两颗棋筋吃通 比什么都强 白棋海里单方面去逃跑 实战 这个黑棋又有点急眼了 直接点杀进来 要跟白棋拼一个 你死我活 那白棋欢迎 这个挖了之后 断打滚打包手 又把这一串 棋筋给他救回去了 通过这个滚包 这个地方双方 错进错出 然后白棋再一冲 这个时候 不仅黑棋没有杀掉 白棋大龙 反而把自己中间 这一块也给搭进来 上面本来是有个后门 可以连回家的 现在是被堵死了 而且这个时候 AI始终想着 劝黑棋上边 赶紧紧白棋的气 紧一紧气之后 再往中间拐 把白棋的这个气 再给紧一紧 然后自己逃跑 这样是比较好的 对吧 白棋右边做活 那你就走你的 把这个右上的尾巴一吃 他中间走 你再跟着飞 双方各自安定 是吧 这个是AI的一个思路 那实战 这个黑棋还是一不做 二不休 把这个白棋的 这个子给他吃通了 先破眼 那白棋肩 反正黑棋 被白棋 先把这个头扭过来的话 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下一首棋 黑棋往前冲 白棋这个地方 又进行了一番大场考 那白棋在想什么呢 肯定是 继续攻击他呢 强力追杀 还是说 养攻一下 去为底下的空 还是说怎么样 但实战 白棋没有走到 这个要点上面 AI的前两选 第一个 搬 对吧 黑棋也不敢还手 他只有跳 那你就往 把他往左边 这个不毛之地去赶 对吧 左边他连回能怎么样 白棋把这个中央 这一带去飞一飞 底下大空 瞬间形成 多爽 要不然就是 来狠一点的 直接飞过来 不跟你多废话 就把这个棋 当作杀棋目标 来走 对吧 这个棋 我也不为了 直接跟你在这 拼此招 这个够狠 实战白棋 走了一步 不伦不类的 走了一步 这个 这个太软了 这个跳 还不如这个般 对吧 跳这个 被黑棋一长 一沾 黑棋再来一个大跳 那他这个出头 这也太唱了 出头唱了 眼味自然就好了 也就增加了 白棋杀棋的一个难度 所以说这个地方 杨领星下软了 如果说 这只是白棋 最后发展为 颓势的一个开端的话 那下一手棋 直接就是一个 这个白棋 败局的一个 这个加速 这手打是什么 这个打 确实能把右上 这个尾巴给他连回 因为黑棋搬的话 白棋提了再断打 这个地方就瞬间吃通 对吧 瞬间打成 接不归 但你这个棋 是一个后手 对吧 脱离主战场了 本来这个地方 比如说白棋 往这尿一个 黑棋敢飞吗 飞到我就尖刺他 是吧 他连这个就冲下去 这个棋 其实黑棋是不敢下来 你往这个地方走一手 又能攻击黑棋 又能顺势为底下的空 和乐而不为 实战 白棋选择右上去捞空 那黑棋如果说 这个时候往你这个底下去 蹦打你怎么办 你再把右边尾巴连回 失捞回来不少 花了两手棋 那黑棋在这 蹦蹦跳跳 把白棋的空打没了 中间自己的眼位 全部起来了 这个转换可以算一下 那肯定是白棋亏 但实战深圳去 可能觉得这个局势还不错 他走的是这步贴 这步贴的问题 就在于行动迟缓 那白棋还是能抢到这手点 对吧 点到这 你敢乱动吗 你得补这个跨段 补完肉上面补一补 你要是吃我右边尾巴 我还能点 点刺过来 继续威胁黑棋大龙 所以说这个地方 双方都是出现了问题 实战白棋往这儿去大飞手 那很显然白棋觉得 自己的形势不错 但真正谁好呢 那肯定黑棋好 这个棋 这个双方都有点优势一识 然后黑棋往底下靠 白棋往前捅 继续这个穿搭了眼 那黑棋再长下来 这个地方下的非常强硬 而且接下来 这个可以说操作是非常难 这个地方确实 黑棋不怕你断 你扳这个 他冲这个断不了 你冲这个断这个找死 黑棋冲一个 打一个冲一个 那白棋整个大龙 全部被包进去了 这个就要不行了 那实战白棋上边团一个 先把这个体调吧 省得被黑棋藏出来之后 外边还要逃跑 对吧 又给他作业 那先提一个 也有道理 黑棋往底下跳 白棋打一手 黑棋再往左边飞 这个棋 白棋那也还是冲不断 冲完之后赶紧贴住吧 黑棋站上之后 白棋也是直接靠上来 还要跟黑棋拼命 黑棋挡白棋床 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 中间黑棋有联络的毛病 但你不能账谱 账谱被白棋断 割下来一块 那这个左下角被白棋 正围 黑棋可能不太够 这个地方 那AI的推荐实在是太难了 这个下出来肯定不太可能 什么碰一个 搬一个 对吧 白棋断打 再从底下搬吃 什么再打再拐 这个就感觉不用去研究了 实战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 下得出来 有点看不懂 这个其实看不懂 那实战深圳区真的是大胆 这个居然还虎在这 送白棋一个靠段 这个棋 黑棋也是玩命了 搬了之后 白棋顶段 黑棋双 白棋再断 那就看看这里 到底能不能强杀大龙 不过深圳区之所以选择 这样下肯定是有他了的 一个计算在里面 不然也可以 不会这样去武断 然后黑棋跳刺 非常舒服 跳刺完之后直接比顶 后面基本上一本刀 白棋拐 黑棋这样冲了 那白棋也只有长 再冲 再扳 黑棋反扳下来 白棋顶这个再断 白棋沾黑棋连回 白棋再断 这个太乱了 大龙被断了 脚上被断了 外边四颗子被断了 上面黑棋 这个老虎口还不活 白棋脚上被断 中间钉四被断 左边这根棍子被断 反正好几块棋搞在一起 这个时候只能看他们 后面的表演了 黑棋贴回 这个是白棋只有斩 黑棋再加持 搞死这个丁四 但毕竟是个丁四 你这个棋还不活 白棋先来手 这个坚定 黑棋 虎一个 这个棋为什么不能斑 扩大眼位呢 就是因为被白棋搬到这 黑棋完蛋 一斩 他冲 对吧 这个黑棋死 不行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呢 黑棋只有这个 侯这个了 侯这个白棋成一个团猪 虽然说还是走成一个这个丁四 但是白棋后手破眼 黑棋抢到先手之后往脚上贴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黑棋只要活脚 白棋左边这一大串不活 下方这一大串不活 那他可以挑其中一块去杀 所以说跟黑棋大龙收气 不要想气差远了 那只有拿脚上这块棋来开刀 所以说接下来白棋搬了连搬 这个棋黑棋实战 棋也是一个好手啊 不要千万不要忍不住去打 白棋并不是想让这个地方跟你去开解 他是有一个这个妙手的 就断打在二路 断打在二路之后 黑棋粘 白棋再立形成局部的经济独立 那这个棋黑棋不行 棋因为吃通了 那还吓什么弯什么 对吧 中间大龙全死了 这个肯定不行 那怎么办呢 实战黑棋只有沾这个 白棋打一个黑棋再做结 白棋提掉 形成最后的一个生死大结 但是白棋最为要命的就是结材 肯定不如黑棋多 而且差的还不少 黑棋中间先冲一个提一个 白棋左上扑黑棋提 白棋再提结 黑棋上面倒 这个本身结也太多了 对吧 你要想杀黑棋 那这个地方不能给 夹一个黑棋提结 左上扑一个黑棋提 再提过来 黑棋上面立 再提 白棋左边拖 黑棋底下沾 白棋再倒 黑棋再立 立掉之后 马上这个下方 这个三路的子再立下来 要作业 那白棋也不能给 挡住 而且一个白棋自身 这条大龙还不活 只有等 黑棋直接断上来 把这个结打到最终的一个形态 也不用什么一手结 两手结了 马上就分出一个高下来 打到这儿就是一手结 中间几个 沾 再提 白棋找不到结材了 这个很尴尬 黑棋 粗略点一下 中间的断 断什么大龙 这个打跑 不行找一些损结 上面什么这个斑 打吃 对吧 那就找 这个棋几个结材 那还是好找的 中间几什么的 随便找找 五个结材一剩 白棋打不过 没有结材 那只有这个什么 拖鞋 左下打一个 坐眼 因为黑棋点杀的话 这一等一班可以度过 这个棋 白棋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左边怎么办呢 被黑棋这一班 再来最终一个对杀 白棋端 黑棋选择打 其实这个棋 黑棋利也行 怎么走 基本上都是白棋杀不过 一的话白棋站 黑棋站 因为不能冲这个 冲这个被黑棋打通料了 挡住的话 黑棋双一个 对吧 挡住再扳 再虎 黑棋搬一路 你断打上面 这个再扳一路 对吧 再冲 再打 再打这个 再一站 怎么看 白棋少 黑棋 没戏了 怎么办呢 实战打这个 白棋长一个 沾上 黑棋霜 这是最后一手 白棋人输了 因为没辙了 正常对杀 你正常杀 杀不过 对吧 这个黑棋正常景气 白棋卖一气 断打这个 打吃黑棋一路肩 把你这个眼一掐 你这个两个子被掐吃掉 左边也只有一只眼 那就没了 那确实没办法 那这一盘棋呢 可以说这个 双方也都不约而同的 有一些这个失误在里边 白棋的失误呢 首先右边这个拐没走到 这个被黑棋尾巴随时能够掉 这个肯定不行 正常去的失误呢 上面的挖 把这个解明优势的局面 走复杂了 被白棋断打出来之后 两条龙对着跑 然后后来在这个 局势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况下 白棋并没有抓住 又进攻大龙 又为底下大空的一个机会 选择从右上去打 十救回些残子 这个是脱离主战场 结果被黑棋 中间简单这么一出头 白棋很难 后面深圳血 还越下越狠 让白棋把大龙给切断 最终形成了一个 这个非常暴力的一个战斗 最终将白棋反杀 这白棋呢 失误很多 但是精彩程度也很高 充斥的这个 非常复杂的计算在里边 那虽然说这盘棋 杨领星这个输了 但是整个策略 只能说前半段策略不错 把局面导向 深圳是比较陌生的 但后面下的有点软 该杀中间的时候 没杀 该强硬围空的时候 没围 选了一部 这个中间的跳 有点 这个 这个有点拉垮 后面这个确实就 没什么太多机会 不过好在呢 今天我们另外两位棋手 像丁浩赢了这个姜宗润 顾子豪赢了朴令环 这个都是可喜可贺的 还有另外一局棋 是变向一对锦山于泰 那盘棋是这个变向一输了 那后面 后天吧 将会进行这个双方 将会进行这个 半决赛 希望我们这个 剩下来的两位棋手 能够 披荆斩棘 最终会失决赛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 点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